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给大家说软路油的视频了 这次给大家带来了电信油的R66S的开箱测评 R66S搭载了跟R68S一样的SoC跟两个2.5G的网卡 在体积跟鞋带性上做出了很小的一点点调整 而且价格已经下探到了R2S这个附近 在实际使用的效果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咱们话不多说 马上操练起来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净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软路油的净水 本次净水拿到的是1G跟2G的两个版本 2G的版本跟1G的版本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 打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之后是一个USB2.0的读卡器 一个12V 1A的DC电源 后面就是软路油的本体 大家可以看到R66S只有两个网口 整体看来要比R68S差不多小到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拿R68S来比较一下 对比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了两个网口之外 还少了一个Recover的按键 整体的外观和造型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R66S有两个2.5G的网卡 左边这个默认是WAN口 右边是LAN口 一个Reset的按键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背面一个TF卡的插槽 下面有两个USB3.0的接口 R66S是没有自弹EMMC的 这次被阳割了 只能使用TF卡作为硬盘 这两台机器都自弹了一个8G的TF卡 我拿到的这1G跟2G的版本 都内置了一张8G的TF卡 虽然整体性稍微差一点 但是TF卡刷机就相对的要方便一些 打开外壳需要我们把底部的四个脚垫先抠出来 然后我们取出四颗螺丝 就可以取出主板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主板的做工还是相对不错的 背面有两颗2.5G的芯片 正面是一颗跟R68S一样的RK3568的SoC 内存使用了DDR4 2G的芯片 RK3568的这颗SoC 相信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就已经非常熟悉了 今年有很多主流的ARM的软路由都使用了这颗SoC 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想了解用这颗SoC其他的软路由的话 却可以看我这几期的视频 好 我们来到电气牛的官网 我们来找到固件下载 这次R66S的固件下载有两种方式 用百度网盘还是用谷歌网盘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情处理 下载完成安装包之后 我们就将它解压 解压开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三个固件 一个是原厂自带的 另外一个是小宝的固件 还有一个是L大的固件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文件夹里固件之外 还有写卡的工具 还有硬件的原理图 有兴趣的学伙伴可以自己下载了解一下 这里小宝的固件我们会相对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这次就用小宝的固件来进行测试 我们使用写盘软件 将系统写到TF卡里 写盘完成之后 我们把它插到软路由上 通电 开机 开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固件的版本 这次的版本是2102.1 貌似宝哥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在这儿要催更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OpenWrt常用的加密算法的成绩 究竟表现如何 首先是AES 110596分 天梯排行榜 第20名 接下来是XX20 67981分 在我们的天梯排行榜 排名第22名 最后是Chromemark 29786分 CPU功耗可以最高保持在6W左右 软路由天梯榜 排名第22名 同样是3568 这一次的R66S的测试评分 甚至比上一代的R68S 还略高那么一丢丢 在深圳室温散速度的情况下 我们分别测试了开机10个小时 跟19个小时的CPU的温度 一直保持在47到50度左右 功耗是在3.9W到4.3W左右徘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得益于3568的低功耗 R66S的整体的温控跟功耗 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我们也测试了 另外一个1G的版本 分数还是稍微有些差距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暂停给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测速 我们使用R66S当主路由 用软路由来破号 Speedtest基础带宽测速 下载是1136 上传是116 CPU最高使用率34.6% 功耗在6W左右 基础带宽广东电信1000MB 下载是1230 上传是128 CPU最高使用率33.5% 功耗最高也在6W左右 B站测速上传1076 下载118 CPU最高使用率37% 功耗在5.8W左右 油管测速上传1054 下载120 CPU最高使用率23.4% 大家可以看到 内外网的速度 其实都可以跑满千兆带宽的 我在这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念了 大家自己可以暂停看一下 好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R66S的网口传输速度 我们在软路由上打开 iPod 3的服务端 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 测试电脑是Mac OS 11.6.1的版本 我们使用的网卡 是TP-Link的2.5G的网卡 首先测试机发送数据 软路由协收2.09G 使用-R参数 软路由发送数据 测试机接收2.35G 接下来我们使用-P10的参数 多线程传输数据 测试机发送2.38G 使用-R参数 软路由发送2.35G 整体来说 可以满足2.5G网卡应有的表现的 但是单线程的收 稍微差的一点点 好 总结 先去看到这 你就会对电脑牛的R66S 有一定的了解 本来 我以为是一个R68S的阉割产品 但是实际使用下来 它的性能评分跟网络测速 甚至比R68S 还有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其实是让我挺意外的 而这次R66S的价格 不但比R68S更便宜了 而且已经下探到了R2S的价格空间 但相比R2S的3328的性能 又强了不少 而且又配有2.5G网卡 这个价格当纯软路由来说 其实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当然缺点它也是有的 R68S用户吐槽最多的就是塑料外壳 那么R66S依然有 而且相当塑料 另外为了降低成本 阉割了EMMC 而且相比其他RK3568的机型 网口跟外设的接口都要少了很多 这样它的可玩性就打了不少的折扣 所以在价格跟扩展性能之间 在性能一样的大前提下 屏幕面前的你会怎样选择呢 本次进水神经能的观众 在购买R66S的时候 前40名送送32G的朗科TF卡 我会把本次淘宝的链接 放到视频的说明里 有些人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动油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订阅链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力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语